好,各位旗友大家好,这番旗是今天1月22号进行的一盘往旗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连校,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向小木之后大跳,白旗挂脚拆二走定式 黑旗点赛三,然后白旗逼入,黑旗拖先挂脚 白旗二路飞,黑旗继续拖先,先在左边飞压 然后上面飞压出头,白旗贴住 黑旗扳,白旗反扳,黑旗单长,白旗拆毁 这里还算是比较的平稳 不过接下来,白旗上面的断点,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黑旗虎一个,冲,紧气,然后再断 白旗,脚上这两颗子肯定不能被杀啊 所以说白旗要站在里面 黑旗接下来,这手夹看上去非常的亮眼 那白旗应该如何应对呢 简单一点的话就是打吃 黑旗要是再打的话呢 白旗冲一个,给黑旗留下来断打 接下来就可以脱先了 这个是抢先手的一个下法 不过呢,会让黑旗上面非常的厚 实战白旗还是冲出来 那黑旗断打完就沾,白旗拐打 这里黑旗先往左下冲一个,打吃 把白旗给震掉 之后白旗贴住 黑旗往上夹 把这个左上角的空啊,彻底给包扎住 白旗右上冲,黑旗先打吃完之后再碰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挡住的话 反正还有断打 断打完之后黑旗沾,白旗长 黑旗还是非常重的 也封锁不了白旗 所以说黑旗这手碰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想把上面这三颗子看清 同时帮助右上出头 这里白旗如果说扳反击的话呢 黑旗还有断的腾罗手段 白旗打吃连回,黑旗再长 刚才我们说到 黑旗上面这三颗子就已经看清了 再断打,黑旗就直接补一手 把这颗子加持掉 右上跑出来,上面死掉无所谓 实战白旗单退 黑旗联络 那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好走的了 白旗继续回到左边,跳一个 黑旗如果说底下拆边补旗的话呢 那白旗往左边拆 这样的话黑旗上面的势力范围啊 就被白旗限制住了 白旗自己还能尾 所以说黑旗先拆边 这里的墓数很大 接下来的话 虽然说白旗对于上面两颗子啊 真子有利啊 但是黑旗因为已经提前交换到上面这手夹打持的先手了 再往这跳夹,白旗仍然是跑不了 这里跟尹真就没有关系了 接下来白旗往底下夹击,攻击黑旗这一块 黑旗靠段 白旗单长扭十字长一方 黑旗打持 接下来白旗不管是长还是说反打 都有这个白旗自己的道理 立下去的话呢 黑旗挡住 白旗拐住 黑旗长 接下来白旗有这个二路碰的手劲 又可以威胁右下角 这里白旗要夹下来 又可以瞄着二路爬过 在这个地方做活 这样黑旗就很头疼 实战白旗想要简明处理 反打完之后立 想把这个左下角给吃掉算了 认为这个墓数还是挺大的 黑旗右边立下去 因为这里不走被白旗右下扳完之后靠段 黑旗底下这朵花也不是完全的火旗 所以说这手立的话呢 其实也就帮助底下走扎实一点 并且是个先手 白旗挡住 唯控黑旗再飞 之后白旗拐头 继续把这里加后 黑旗右边打入进来 白旗靠压 黑旗如果说再往这儿扳白旗长 黑旗去补断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白旗随便走一走 黑旗就要被侵吞了 所以说白旗从这里出头的话 黑旗只能顾右边 小尖做根据地 走到这儿的话 白旗已经不太好杀了 如果说白旗小尖封锁 黑旗主要是能先排一个扩大眼位 外面飞出的话也是个障眼法 虽然说会被白旗给冲断 但是黑旗打吃完之后 二路小尖扩大眼位 白旗敢立的话 外面还有这个断 这样对杀白旗也不太行 所以说这样下黑旗可以活 实战白旗挡住 黑旗跳出 白旗底下班先手联络 黑旗再虎一个 这样白旗还是 黑旗还是想反攻白旗 右下这里的后视 然后白旗挤一个 瞄着黑旗两个断点 黑旗也先不管 往左下靠三三 这个是一个适应手 不错的时机 而且下一手旗 白旗果然就犯错 这个地方补的话 肯定是应该冲的 冲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 黑旗在里面也活不了 实战白旗 搬住是 一个问题 被黑旗贴住的话 白旗还得再打吃 这样防止黑旗 往这个二路搬 去做截 先打 但是黑旗还是有 这个做截的手段 而且下面还有个段 所以说白旗这里的 处理这个错误 算是比较的低级 也是降了不少的胜率 接下来黑旗往右边 先虎一个 把这个旗补好 然后往底下去撑这个旗 白旗提截 黑旗又往右边 做截 这个旗反正 黑旗两边 这个旗都非常有弹性 左下本来就是当做死旗 再跟白旗玩 右边这个地方 截对黑旗来说 也不是非常的重 所以说这个两个截 确实让白旗很难打 接下来黑旗再提左下 那白旗如果说 再早截财 然后提过来的话 黑旗又提右边的截 这个就打起来没完没了 所以说接下来 白旗搬完之后 选择左下沾 先把这里补上 那这个旗很明显 这还是有借用的 虽然说黑旗直接断 粘上白旗旗 是出不了旗的 黑旗立的话 白旗可以往外面收旗 但是至少当做截踩的话 以后左下都是黑旗的一个截踩库 这里补上之后 黑旗又提右边的截 那这个截的话 因为左下黑旗的截踩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白旗也打不够 实战呢 白旗往底下压过来 就是想把这个右下的后势给拽回来 先减少这个压力 黑旗断打不依不饶 把这个截继续变大 白旗提截 黑旗左下断打再提截 白旗挖一个提截 这样的话就逼迫黑旗提在外面 因为已经被打持了 再一手旗提掉的话 这里黑旗损失也挺大的 实战黑旗先找截裁 断打提过来 白旗底下冲找本身截再提 之后黑旗提在外面 白旗就把这个截给沾上 黑旗虎一个切断白旗的规律 白旗就往底下去虎 等黑旗跳回的时候 白旗右边打吃先手 再补断 黑旗上面拐头 那等于说走了半天 左下连同下方连同右下 这里的这个战斗全部告一段落 那总的来说白旗的这个旗不太好了 因为现在白旗所有的收获 就是左下角这里吃住一块旗 底下的空呢 连同脚空都是黑旗的 右边又被黑旗跑出来快 并且黑旗上面 这里的这个潜力还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说接下来白旗很难下 这个胜率也是黑旗110先 之后白旗往上面震头 黑旗右边跳一个先封锁 白旗做活 黑旗飞出 切断白旗 白旗再往里面钻 这个地方不往里面钻也不行 就这样非常这个单薄的逃跑的话 那这个空还是黑旗的 以后黑旗补一补 也没遭受到什么损失 所以说白旗也是勇敢的冲进去 反正能活呢 这个旗白旗肯定是比逃跑要便宜 活不了那就只能输旗了 黑旗接下来飞风 一般来说啊 这个大跳手脚啊 比如说左上旁边多了对方的这个子 脚上这个靠三三一般来讲都是可以出旗的 而且手段非常多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黑旗周围都很厚啊 白旗靠三三 黑旗可以往里面去搬了 这也是个场合下吧 就算白旗顶住 从这里可以搬断 冲下去 等黑旗贴住的时候 白旗连续打 可以这样就算沾上吧 黑旗以后这样尝一个白旗的眼位 还是不够做活 所以说就算这个里面有旗 白旗也不敢去马上动手 实战的白旗跳一个联络 黑旗刺 想把脚上补好 白旗沾 黑旗再往路小间 一边补脚 一边就搜根 接下来的话 黑旗选择往边上去补一手 这个旗看上去稍微有点怪 为什么黑旗不往外封锁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黑旗 上面补一手 又走得比较扎实 又要封锁白旗的话 左边很明显 白旗尖顶 之后往二路冲断 是可以把黑旗这颗子给断吃的 那外面再稍微扩大一下眼位 这个旗白旗可以活在里面 所以说 黑旗补脚的代价 就是让白旗这个二路 包括旁边的这个眼位 变多了一点 做活更加容易 黑旗眼看直接杀 也不太好杀 所以说就小间补一手 把白旗的这个尖顶 给他补掉 并且这个目术也还可以 那黑旗在这儿补齐 白旗外面飞出 接下来的话 黑旗仍然没有选择 在外面封锁 主要是杀不了 白旗最简单的 这个地方顶住先手 上面几个先手 断打 黑旗像这种 这个顶打去破眼 白旗往上立的话 脚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不敢去 这样强行破眼 黑旗还是要反打 然后把自己联络 这样白旗 提掉这颗子 外面还有只眼 两眼火旗 所以说杀的话杀不了 那黑旗就转而去收孔 把左边这块旗做活 这颗子连回来 白旗跳刺 黑旗补断 白旗再跑出大龙 那黑旗就跟着跳 反正这个旗白旗是不甘心于 就是单纯的一串单关逃跑的 最好还是要把黑旗的这个空给消一下 实战白旗往上方靠段 黑旗打吃 白旗沾上 黑旗从这里团住打吃 这个味道是比较差的 但是上面打的话主要是气景 以后白旗打吃完之后 左边打这个二路打吧 看来也是非常明显 这边有后手眼 所以说为了让白旗保持这个不活的状态 黑旗从这打 白旗反打完之后脚上点 先手 黑旗团住防止挤过 白旗冲下去 黑旗二路搬 这个地方既然黑旗敢搬的话 就不怕白旗断打打吃 因为这里打吃 外面已经被断开了 上面这朵花又被黑旗给包住 这样白旗都活不了 冲的话黑旗反冲一手 马上打吃还要再连回 这样白旗明显不行 所以说实战白旗就打吃联络 黑旗挺头 白旗再往左边靠完之后搬 这样坐眼 断打黑旗尝进去 白旗沾黑旗提 这个地方反正以后白旗就打吃 旁边有一只这个后手眼 但是大龙还是不活 所以说白旗赶快跑 接下来黑旗往底下虎一个 我们要注意到 其实黑旗现在左边这块旗也不活 所以说白旗呢 现在成功的把这个局势给搅得非常的混乱 把黑旗大龙也给拖出来 对攻 接下来白旗跑出上面这两颗子 这个地方反正逃跑的话也带着眼位 并且让黑旗又上这几个断点 因为吃不到子 也就变薄了很多 现在白旗大龙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黑旗又寻找到底下的手段 先断一个送死 白旗打吃 但黑旗这个地方欠思考 断完之后下一手旗这个挖下的不行 这个地方黑旗应该靠住 靠是一个后续的手筋 白旗为了防止黑旗挖断 先挖 挖完之后白旗还很难补 这个地方粘的话呢 被黑旗断先手 旁边粘上要吃掉三颗旗筋 白旗得提掉 那黑旗这里先手断完之后 再团住收起要反杀底下这两颗子 这样黑旗左下瞬间就活了 这个空捞回来了不少 白旗不行 所以说当黑旗靠的时候 白旗挖完之后只有先提 连通 那黑旗提掉 再断打又形成一个结 这个本来就是黑旗的死子 在这里面跟白旗搞这个结 那黑旗完全无压力 而且结材也是非常多的 像这个右下 靠断这种本身结都可以找起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旗是隐藏着这个打结果的 但是黑旗没有发现 实战黑旗挖毡 被白旗沾上 黑旗难办 这个地方如果说冲 冲的话呢 白旗沾 虽然说黑旗底下还是可以先手断的 让白旗提 黑旗把这两克子给反杀 救回 左下角 但是让白旗外面太厚也不行 因为白旗只要往中间一封锁 黑旗整块左边大龙都破 这条龙一死 就算救回左下角 这个黑旗也非常的不划算 这个空不够 所以说黑旗还是选择挺投 底下白旗贴住 黑旗断打白旗几个收起 等于说一个打结果的旗 最终变成尽死 黑旗浪费了一次机会 之前黑旗所建立的这个优势 基本上从这个胜率上来看 也就不复存在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55开的局面 胜率稍微有些波动的无所谓 主要是这个大龙不活 所以说有一些不确定的 这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说走到这儿 胜负拦掉 看中间这个定型了 黑旗上面打持 虎一个先不断 对于白旗来讲 随时收兵都可以 这个地方白旗只要 拐住补一手 左上大龙直接活 接下来黑旗左边提先手 白旗收起 然后就进入到收关了 收关的话 白旗70几的胜率 也是白旗小优 不过这个旗仍然很细 实战白旗居然还不能满意 觉得把左边沾上更狠 这个沾也是 逆收掉这个黑旗的眼 以及目数 那上面被黑旗冲 白旗现在也不火 双方互相伤害 接下来白旗小尖逃跑 黑旗靠出再搬 白旗中间打持 黑旗几个 这里提掉的话会被黑旗断 直接跟左边黑旗对杀 白旗没有什么把握的 这个 看上去白旗的气 比黑旗长不到哪里去 所以说该补断的地方 还是得补断 黑旗沾 白旗挡住 黑旗断打白旗沾 关键是黑旗这里吃掉之后 白旗再冲 是个先手 还是可以把这只眼给破了 黑旗还是不火 所以说白旗下到这儿 没有问题 接下来白旗跳夹 黑旗冲 白旗双一个 那黑旗左边大龙不火 接下来往底下冲完之后 先断 这个旗的话 白旗实战是搬的 我们来看这个打持会如何 打持的话呢 黑旗首先往上面去打持 白旗中间团住 防止黑旗挤在这里 形成一个后手眼火旗 那黑旗右边断打完之后 打持滚包 再把白旗左边这个眼冲掉 白旗也往一路搬缩小眼围 这样就形成这个 两条大龙还是要先对杀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 跟刚才那个对杀的变化图相比的话 白旗中间是多了一个双板凳 去延弃的 这样的话 白旗的气是要比黑旗多 从胜率上来看 如果这样对杀 白旗的胜率九十几 AI也是判断这个大龙对杀 白旗最终会获胜 所以说这个旗 白旗其实打持也是可以的 就直接对杀 实战白旗搬在这儿呢 又给了黑旗最后的一个机会 这个旗黑旗应该果断的往上挤一个 然后把右上这个问题赶快补一补 这手小飞就补掉了所有的毛病 然后白旗中间这个断点也得去补 防止这个尾巴被黑旗断开对杀 这样尾巴对杀白旗齐不够 所以说得去补断 等白旗补断完之后呢 黑旗再往右下去吃掉两颗旗筋 贴住先手 等白旗站上补断的时候 黑旗再团住 把这两颗子一吃 那黑旗左边大龙也活 这个局面非常神奇的又进入到收关了 双方谁都没有死 这样看胜率仍然是一盘细棋 不过黑旗最终突然犯错 就是选择拐住 被白旗往这一点 这个旗黑旗就不行了 接下来黑旗往上面打持 沾上白旗提掉 那黑旗只有去沾不断 白旗小肩封锁 黑旗冲白旗挡住 走到这儿黑旗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 这个旗黑旗只有断 断的话白旗打持完之后 上面咔嚓断一下 那黑旗再把白旗右边断开 白旗也不慌 中间直接沾上补齐 右边这块旗呢 火旗 黑旗二路搬沾 白旗有一只后手眼亮也活 上面这里被白旗断掉的话 黑旗双打持也没有用 白旗沾 黑旗提掉 被白旗直接打持滚包 然后再补断 黑旗这一块突然死亡 那这盘旗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也是比较有戏剧性啊 这盘旗一直下到中盘 白旗的胜率都见底了 这个旗 不过白旗接下来下的是非常的顽强 从左上硬生生的拖出来一块旗 把黑旗的空给破掉 然后黑旗的失误呢 一个是左下这个失误 已经比较大了 就是一个打结过的旗 最终走成一个镜子 但是后续呢 因为黑旗的这个 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啊 所以说仍然是一个军事 一直到最后阶段 这个黑旗 着急去吃 中间这两颗旗 已经把大龙连回 忽略了右上白旗 点次的严厉性 最终被白旗一击致命 黑旗也是突然死亡 好 那这番旗就给企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企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